九尾的招式 哇 全範圍的 哈囉,大家好,我是鬼鬼 今天來為一款看起來很香的遊戲 這是一款日本限定的遊戲,目前在台灣沒有出 遊戲上目前有索區,所以你不在日本的話要使用VPN 那這遊戲呢,我們先帶大家去看一下抽卡好了 這個聽說很好抽五星 然後角色很漂亮 這邊直接來抽 這邊剛好這是第一天 這是這遊戲開放的第一天 那有送很多的石頭可以一次十連抽 來抽抽看 這遊戲聽說手抽也很好抽 來看一下,這遊戲是關於彈珠台的 可以看到這邊都是彈珠,然後會掉下來 那這個只要碰到那個彩虹,沒碰到 他還會給我停一下 這個就只有三星吧 嗯,三星 如果那個珠珠掉下來的話 碰到那個彩虹應該就會變五星喔 所以,這個連抽卡都很有彈珠台的感覺 欸?後面都沒有嗎? 後面都一樣喔 不 我們要看第一個有沒有碰到耶 其他大概就只有到四星吧 金色的 好,這個 欸,蠻可愛的 企鵝嗎 也不是企鵝 欸,一樣的 欸,企鵝吧 是企鵝 好 沒有五星,這次比較衰 雖然我剛剛的第一隻手抽就是五星了 但是這邊來抽 唉唷,又動一次了 這邊來抽的話應該是可以 好,十一抽啦 可以刷十一抽 這隊喜歡刷手抽的人應該是蠻和善的 蠻友善的 但是我這一次運氣超差 一隻五星都沒有 那刷手抽的話呢要先關掉遊戲 右上角的選單中 我們來選擇這一個 刪除資料 這個就不用再你重複下載 不用把遊戲整個刪掉 那直接把你的資料刪掉之後呢 你就可以再創一個新帳號 那這隻是我的手抽 九尾的繼承者 Inaho 這個妖狐的感覺喔 很香吧 這隻是官方送的 這是之前的遊戲 暗影師章裡面的角色 叫做亞里莎 他是一個妖精弓箭手 然後這是這一代的主角 這個遊戲沒有御三家可以選 這個主角就是小小的正態 那他的畫風呢 是這種橡樹的畫風 但他的橡樹是比較細的 來看一下喔 這個遊戲方式 我覺得很特別 我應該會蠻喜歡的 這個遊戲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它是彈珠台 沒有錯 大家在電腦上最喜歡 最喜歡玩的彈珠台在這邊 變成RPG的戰鬥風格了 然後你可以看到那個角色呢 會被彈上去之後 然後他還可以主動攻擊喔 他可以主動彈射一次 你看到那邊有一個箭頭 只要我畫面點一下 他就會朝這個方向前進 那 欸 過一階 好 再來打Boss 那我們只要控制點畫面打一下呢 下面這個就會彈上去 然後這個角色還有技能喔 然後當你combo越多的時候 下面的這個彈射的也會變強 然後這角色也會發動不同的技能 像我們這邊往上滑 就可以發動亞里莎的技能 然後這邊滿了 往右滑 這邊先咱們下來 下不來耶 欸 打死了耶 呵呵呵 這些地方 好處就是在你彈珠彈上去之後 你還可以主動去操控去攻擊 這個對於原本的彈珠台打上去 你就不能操作 然後就只能等他下來來說呢 這個玩法遊戲性會增加許多 那遊戲看起來也有屬性相剋 然後你角色也是需要鍛鍊 那角色也有裝備要去 額外配裝 目前是一開始是沒有的 不過這遊戲我覺得很可愛耶 它這個簡單畫你可以單手就可以玩了 你只要按一下 對這遊戲就按一下畫一下 操作非常簡單 但是我覺得它很可愛 呵呵 彈珠台耶 很懷念 然後加這個RPG元素我滿愛的 然後如果掉下去 角色掉到中間呢有刺有沒有 你的角色就會受傷 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的角色是有血量的 然後你這邊 戳上去 發動招式 你的發動招式的時機也要對 不然你這個招式就打不到人了 嘿 這一招 主角的什麼招 嗯? 好像近距離的 距離有點近 然後他這邊彈射 上去 九尾的招式 哇 全範圍的 不快是五星角色 因為這個就不用看時機了 這我覺得我會不小心一直玩下去耶 雖然他有體力制啦 體力滿的話 不過這種遊戲初期都是體力會很多 會一直升級 我這邊一直彈耶 你可以看到我那個下面那個 發亮成這樣子有沒有 打上去招式就會 啊 被刺到了 打上去招式就會變比較強 所以就是希望能越多連擊啦 想辦法在上面不要下來 這樣你下一次的攻擊就會變強很多 撞一下 這個撞一下是可以一直撞的喔 他大概冷卻個三秒 然後就可以再撞了 像這樣子 他就下不來了 有沒有 這樣子 好 喔 還下來嗎 下來了 你看 招式 就有特別招式 剛就有一個範圍直接打 這個不是技能喔 沒有放技能 然後每個角色好像有這個能力的支線值可以增加的樣子 哇 有耶 這好像是消耗瑪娜喔 消耗上面那個綠色的珠珠 那這個就是增加能力 每個角色都可以這樣鍛煉下去 然後在這邊角色似乎就可以學到不同的技能 然後屬性能力也會增強 我們這是雷系的九尾妖狐 這遊戲初期玩起來感覺還不錯 我蠻喜歡這個畫風的 然後玩法也蠻特別的喔 算是他其實就是基礎的彈珠台 可是加一點RPG跟這個操作要素我覺得很棒 這個我應該會繼續玩下去 只大家玩到的話可能比較麻煩 因為這在台灣沒有開放 你在Google Play上是找不到的 除非你在日本 這要其他的方式喔 那這方式我們之前有教過 你可以下載那個 那個就是那個 下面留言應該會有人告訴你 我想說不要打廣告好了 好的那接下來我可能要先刪掉這帳號 然後繼續去刷手抽了 大家好像推薦大家一兩隻五星會比較好啦 因為這個刷手抽很快 所以就隨便刷一下喔 至少要兩三隻以上會比較好玩 那雖然遊戲是日文的 但是對玩家來說應該不太影響喔 大家也沒什麼在看劇情 反正你會操作就好了 安安看你應該都會知道 那喜歡這款遊戲的話可以在下面按個喜歡 想要看遊戲的後續心得也可以訂閱這個頻道喔 非常感謝大家收看 我們就下次再會囉 大家掰掰 掰掰